那牛年如何来扭转乾坤呢 但您来看到在南投有一名富人 她原本开的是面包店 因为原物料涨价经营不下去 她整行来卖包子 而且动了脑筋 取名叫做34D包子 来吸引消费者上门 而且还加上了网路的拍卖 让她从破产边缘摇身一变 成了一位小富婆 热腾腾的包子新鲜出炉 仔细看又大又圆的模样 相级的光滑肌肤 老板娘还特地取了个 听了让人好害羞的名字 没错就叫做34D包子 那每个包子呢 大约有130公克 使用的猪肉呢 用的都是电载的新鲜后腿猪肉 难道包子也有34D的好身材吗 除了外表又大又圆之外 里头更包满了厚厚的馅料 吃下了一口 哇 甜美肉汁全融化在嘴巴里头了 它这皮绵绵嫩嫩的 而且又棒又软 然后里面的高丽菜啊 菜包也非常的好吃 其实老板娘原本开的是面包店 却经不住原物料涨价的压力 换开的包子店 还特地取名34D 但是过程中转行的辛苦 老板娘也只能够从错误中学习 那在做烘焙要转入的 这个包子呢 其实有很大的困难点 就是因为 他们虽然使用的都是面粉 一样的面粉 但是这个技术上呢 就很大的困扰 短短一年多老板娘从几乎快破产 到现在开包子店成了小富婆 只能够说穷则变变则通 实际这么差 这是很大的困扰